它是世界海军中威力最大的海上力量 是美国海军独家拥有的大型核动力航空母舰 并且经过多方面的战力评估后 得出仅一个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 就超过了1944年美国参加菲律宾海战的第58特混舰队的能力 要知道这可其中包括各类航母15艘和舰载机965架 而这艘号称世界最强的航母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尼米兹号是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首舰 唯一现役核动力大型航空母舰 20世纪60年代 航母无用论的争执再次发起 反航母主义者利用航母平台的局限性和反进入武器来批评航母的价值 提出航母不足以支撑战场性能 要求越来越高的舰载机 存在着空间困难 随着1965年初爆发的越南战争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和朝鲜战争一样 陆基空军基地尚未建成和完善的战争之初 航母舰载机仍然是主力 执行打击空战和侦察等多种类型作战任务 不仅能够探测地形和干扰敌军雷达 还扮演了力量倍增气的角色 甚至还可以派遣A6攻击机投送核重力炸弹 担负战略打击任务 于是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国防部与国会又意识到 核动力航空母舰无与伦比的持续作战能力 以及寿命周期成本效益 因此迈克纳玛拉在1966年修改一年前的决定 准许美国海军保有15艘航空母舰 并从1967年开始 让美国海军建造三艘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而他的名字尼米兹原型是一位美国海军名将 美国十大五星上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担任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总司令 于1966年逝世 美国为了纪念他 将其去世之后所建造的第一艘 也是当时最先进的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第一艘航母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而且在建造初期 美军讨论了航母吨位级 根据一般的划分 现代航母大致被分为 轻型航母 中型航母 重型航母 和超级航母四类 对于掌握全球霸权的美国而言 航母当然是越大越好 这是因为 大型航母的战斗力 并非是小型航母的简单叠加 而是在质的方面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以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 和中国的辽宁号航母做对比 前者满载排水量为91480吨 可以搭载48架战斗机 6到8架电子对抗机 4架对抗机 2架舰载运输机 8到10架反潜直升机 合计68到72架各型飞机 而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加起来 也不过是10万吨左右 可以搭载60架战斗机 24架直升机 总计84架飞机 所以不难看出 两艘小型航母的作战效能 一定小于一艘吨位相当的大型航母 正是基于这个观点 所以从1945年至今 尽管美国国内一直吵吵嚷嚷嚷 但是在航母发展这件事上 美国上下最终总是能够达成共识 并且开工建造的航母 一代比一代的排水量更大 那么如此强大的它 性能又是怎样的呢 尼米兹号全长317米 飞行甲板332.8米 宽40.8米 飞行甲板76.8米 吃水约11.3米 配备两座西乌A4W核反应堆 四座蒸汽涡轮发动机 四轴双主多 能够达到26万马力 最高速度为31.5节 也就是58.3千米每小时 并且雷达更是数不胜数 其中包含有六种不同的雷达 以及四个MK91 NSSM引导系统 四个MK95雷达 而武器装备则是 三座MK2529海麻雀短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两座MK31拉姆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三座MK15密集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以及SLQ-32A V4电站反制系统 和SLQ-25A NIXI鱼雷反制系统 24-36架F1-18A B C D战斗机 5架E-2C空中预警机 6架SH-3G H或SH-60F直升机乘6 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尼米兹号拥有这样强大的武器装备 于是很快便接到了任务 奉命开往印度洋 解救伊朗扣押的52名美国人制 可突击队刚乘坐直升机进入伊朗 便遇到了沙暴 因此飞行不到一小时 两架直升机相继出现故障 一架迫降于伊朗东南部 另一架紧急返航 剩下6架经过艰难的飞行 终于抵达沙漠一号地区 可随后又一架直升机故障 无法继续前往营救 计划也就此宣告失败 首个任务就宣告了失败 这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但有句话叫做祸不单行 1981年5月26日深夜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在佛罗里达以东海面 距离海岸1000米处 代号610的EA6B电子战飞机 对着降落甲板中心线飞来 准备捉舰 可飞机下降时速度过大 并没有对准跑到中线 直冲右侧停放的 三架F14熊猫战斗机 下一刻 甲板上发出巨响 烈焰腾空 火海一片 一枚导弹由于受到烈焰的烘烤 而发生爆炸 接着引起的剧烈震动 又使飞机上集挺机枪 脱离保险状态而自动射击 大火加弹片和子弹 在甲板上四处横飞 舰上有11人被飞机燃油烧死 或被飞起的弹片打死 并且还有48名水兵受伤 这次事件造成的损失之大 是全世界海军航空史上 绝无仅有的 6800万美元的 EA6B电子战飞机 几乎全部烧毁 两架价值3600万美元的 F14战斗机完全报废 另三架严重受损 四架A7海盗攻击机 也不能使用了 此次事件之后 美国感到无比的郁闷 这么强的航母造出来 还没有派上用场 就接连造成了损失 于是在1981年8月17日 一支由美国海军两艘航空母舰 14艘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舰队 使入距离利比亚海岸线十分近的西德拉湾 进行所谓的年度演习 由于此前利比亚宣称西德拉湾属于他们的领海 而美国则认为这里属于国际水域 于是一时间西德拉湾的形势异常紧张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8月19日早上7时 一架苏22向F14A发射了一枚AA-2空空导弹 但没有击中目标飞机 美军看到这种情况 直接展开了反击 发射两枚AIM-9空空导弹 将两架苏22击落 耗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所以在后来被称为一分钟空战 1991年2月25日 尼米兹号前往波斯湾参加海湾战争 以接替油漆兵号航空母舰 并于1991年8月24日返回 接着1993年再次部署至波斯湾数个月 以接替小英号航空母舰 并在1996年的3月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中 尼米兹号奉派至台湾海峡巡逻 以表示反对中国大陆动武的立场 2003年4月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前往波斯湾 接替林肯号航母 以支援美军在伊拉克的战争行动 2014年11月 F35闪电2战斗机成功降落甲板 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艘成功降落 尼宗战机的航空母舰 标志着美国新型舰载隐形战斗机 部署在航空母舰上的重大进展 2016年2月16日 尼米兹号抵达海军基地码头区 普吉湾海军造船厂 对其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升级 以便提高其运作效率 安全和通讯能力 2020年4月7日 尼米兹号航母的一名舰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此时美国海军正准备向海上部署尼米兹号航母 可因为新冠病毒遭到延后 直到现在 新冠肺炎已经让目前停泊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母 遭受了不小损失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发表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对于本视频不尽完善的地方 我会在评论区一一补充